Hello 大家好 我是Lucas 今天呢 我会为大家来示范 怎样冲泡手冲咖啡 那今天的冲泡方法非常特别 我会用三种不同的温度 来当咖啡达到三种不同的创态之下 分别用不同的温度来确取咖啡 首先我们先准备咖啡豆 今天呢 我会使用18克的咖啡粉 堆上300克的热水 首先 我会进行第一次的注水 就是我们所谓的焖蒸 焖蒸的时候呢 还可以帮助咖啡挥发二氧化碳 它可以帮助到我们在过后 萃取咖啡的时候更加的顺利 我们还可以从咖啡上面的泡泡上面 来了解到咖啡的新鲜程度 那我们今天 我会控制在我的焖蒸时间 大概是30秒左右 咖啡的香气和酸汁 会在第一个阶段来确取出来 所以我现在开始我第一次大量注水 第一个阶段的时候 我会使用的热水温度非常高 是接近100度左右 我们现在等它的咖啡都流完下来了过后 我们要开始第二阶段注水 咖啡第二个阶段呢 就会开始萃取咖啡里面的甜味 我会帮热水降温到差不多90度左右 来保留咖啡里面的甜味 然后开始往中心注水 大量的注水 旋转 那我们为了萃取咖啡的尾韵 而避免掉它的苦味 我们还会进行最后一次的降温 让咖啡的温度达到接近80度左右 我们可以萃取咖啡的尾韵 而不把它的苦味给萃取出来 那最后一个部分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咖啡的状态已经是非常软弱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注水的时候 我们会往中间注水 而且是小水量 注水的时间大概是维持15秒左右 把剩下的水量都注满 那一杯好喝的手中咖啡就这样子完成了 那好的手中咖啡的味道应该是细致的 你可以喝到来自不同庄园 不同处理方法带来的味道 那手中咖啡带给我最大的乐趣呢 就是我在咖啡馆里面 可以喝到来自世界各地 不同庄园的味道 就好像环游世界的感觉 所以这四个人很固埋 怎么会有这个优优独播剧场 对我们的潜优独播剧场